大家安 我是你们的乞讨流主播 小高 那自从小高啊 乞讨到了非常多的安可周边之后啊 我是越来越喜欢这些小萝莉 当然 不是你们所想的那种男女之爱 就其他都可以开玩笑 就关于幼童这件事情啊 小高是真的严厉斥责的 就那些观众啊 喜欢在我聊天室啊 讲一些对幼童的发言啊 那个我都是直接秒变的 但是啊 这是仅在聊天室 我是变的 这要是你在现实中被我遇到啊 尤其是还在桃园啊 我别怪我把话说的难听啊 小高真的是直接处理的 好那今天呢 还是回到正题啊 就是说呢 小高自己玩了幼虎啊 有一些小小的心得得们 可以给各位哥哥 叔叔们呢 还有姐姐妹妹们呢 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那主播呢 作为一个休闲玩家 我的灵命幼虎呢 目前有两个配队 那我比较推荐第一个啊 也就是系统推荐的 哲之 散滑 还有幼虎 那幼虎在这个队伍里面呢 膝带奶套 散滑 清云出月套 哲之 带冰套 那为什么我最推荐这个队伍呢 首先是因为这个队伍啊 它是一个非常低精造价的队伍 在队伍里面呢 有两只四星的角色 那再来呢 就是全队都是冰属性 虽然当期的升进区啊 没有增加冰属性的环境 但是未来啊 一定会有增加冰伤的buff 这个队伍呢 就可以全民皆兵 各个都贡献一点输出 那再来呢 就是它的手法呀 非常的简单 又轮椅 非常适合不愿意花心思 在战斗上的休闲党玩家 OK那它的手法有多简单呢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队伍里面啊 哲之一定是输出战比最高的角色 所以我们右狐的言咒 还有散滑的言咒呢 都要给到哲之 然后哲之呢 再进行一波爆发输出 那具体的操作方式呢 就是右狐打一个EA A的瞬间就可以开大了 然后我们刚刚EA获得的吉祥物 是一个边宗 那我们大招呢 也选择边宗 因为同样的吉祥物 它会有一个额外的Buff效果 然后切散滑打一个EA中 中完之后切回右狐 右狐每一次散毕反击 又会得到一个吉祥物 那我们要累积到四个吉祥物 好四个之后开规壳 长外普攻进入失踪物状态 然后切哲之 哲之接生骸 好第三下切散滑 散滑把它的言咒给打满 打满之后就丢鸟 丢鸟之后哲之变咒进场 我们哲之已经是两次变咒了 所以我们的灵域已经是满的 满的话就EA一跳一跳一跳 好这时候我们虽然斜咒已经满了 但是我们不切人 因为散滑的斜咒效果它有14秒 我们再打一次 把这个灵域打满 打满EA 然后E跳一跳一跳 切右狐右狐变咒进场 A一下又会获得一个失踪物 然后再切散滑EA中 然后切一回右狐 右狐EA 然后再开大 然后喝口水 然后我们就选什么呢 选一样的 我们就选这个 然后再把它的这个失踪物 吉祥物打满 打满之后开Q 然后选择长腕普攻进入那个失踪物状态 然后QQ 然后切散滑 沿咒打满丢鸟 折姿一变咒进场就开大 然后吃满两次变咒的折姿 已经满灵域了 满灵域就是EA一跳一跳一跳 然后接下来呢 继续打满普通攻击 把灵域给挤满 挤满之后EA 一跳一跳一跳 然后再切回右狐 右狐A一下 然后散滑ER中 右狐EA 然后开大 然后选择这个 一样的就选棒棒吧 然后A出去的瞬间 我们可以补充能量 然后一旦四个 我们就长按普攻进入失踪物状态 然后QQ 第三下切散滑 散滑把沿舟给打满 好丢鸟 接着是 则是开R 开R之后就EA E跳一跳一跳 然后继续打普通攻击 因为散滑的严重效果14秒 然后E E一下 长按普攻 一样可以再画出一只鸟 然后再切回右狐 右狐A一下散滑ER中 再切回右狐 右狐E一下 A一下 好 然后选择 同样的这个吉祥物 选择顶 然后再把这个打满 打满之后Q 长按普攻 OK Nice 好那第二个配队呢 是折之 幼狐 手按人 折之一样是冰套 幼狐是青云出月套 手按人呢 是奶套 那这个队伍啊 我暂时比较不推荐 因为折之加手按人啊 除了造价本身就不肥 通关是应该的 以外呢 幼狐在这个队伍里面啊 又是可以被轻易换掉的 比如折之 散滑手按人 甚至是折之 白之 手按人 所以这个配队啊 属于休闲玩一玩 图一乐 首先呢 幼狐EA 然后再开个大 开个大之后呢 我们就选择跟刚刚EA一样的这个吉祥物 然后这边比较不一样的是 闪避之后 我们现在三个吉祥物就丢鸟了 切到后台去 然后手按人上场之后 把鞋都给打满 打满之后呢 我们切幼狐 幼狐变咒进场 A一下刚好凑满四个吉祥 那个吉祥扫 然后呢 再切 折之 折之跳 跳 最后一下可以稍微闪避一下 然后再开大 然后折之上场之后 把银运给打满 这个时候不着急输出 先切幼狐打一个EA 然后再切折之EA 然后把他这个三个银运给打完 然后之后呢 不着急 我们继续输出 然后再打一个EA 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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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一一一跳 然后切手按人 手按人出场之后呢 一一下 幼狐EA 再开大 喝口水 开玩笑 我们这边尽量选面具 因为面具你看到 面具一丢 丢深海 看到吗 他的那个面具还在哦 是不是很厉害 非常的细节 然后幼狐变周进场 A一下 长按普攻进入失踪物状态 然后呢 再切折之 折之跳 跳 最后一下 稍微闪一下 然后再开大 开完大之后呢 是不是把这个银运给打满 打满之后 先切幼狐EA 然后再EA 然后E跳 E跳 E跳 然后呢 又不要换人 不要换人 我们选择继续把银运给打满 满了之后 EA E跳 这不是E跳 这不是E跳 再切洞悉吗 是不是 洞悉完是不是再E一下 然后是不是折死 幼狐再A一下 然后是不是再开了 开了要选什么呢 是不是选面具 面具是不是一丢 然后深海一接 然后呢 手按人 直接开了 开完大之后呢 是不是 切幼狐 幼狐是不是A一下 然后长按普攻 失忠物状态 然后跳 跳 跳 小扭一下 开R R完之后呢 是不是打满灵运 是不是小扭一下 然后再切 幼狐EA 然后开始 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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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再打满灵运 差不多就可以跟这个星星 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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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小高认为 幼狐他是属于图一乐的角色 刚刚介绍的两个配队 强度也只能排在T2左右 当然这是我目前的游戏理解 也还不能说死 但是我确实是尝试了很久 在低金数的情况之下 要想靠着两只四星的角色 就是幼狐和散花 通关中塔100级的升进区 是非常有难度的 所以说呢 抽还是不抽 就留给大家自己做决定 然后 再次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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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到